現在在這個所謂的這個 waiting list 上要去中國大陸 還有就是說要跟他中國大陸的對口 對話的已經有掛了五名大將了 美國的從拜登開始 到這個連他的那個商務部長 天天在這個進大陸這個公司 這個雷蒙多也要去中國大陸 那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現在這五個基本上都是 就是掛在那邊沒有答覆 沒有一個有答覆 可是美國還繼續在施壓 那前兩天那個布林肯已經有點 有一點就是說無法保持一個良好的風度 他就說我去中國大陸是對你們好 你們還不讓我來的意思 那可是問題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是基本上 在策略上就是把美國晾在裡面晾一晾 因為前面很多次談判接觸 最後的結果都不好 對 而且可能就是說很多講好的事情 美國沒有照著做 那所以呢就中國大陸方面來講的話 既然見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而且見了以後又發覺見面時候講的 美國講的話事後都不對現 甚至相反 那這個部分就變成中國大陸可能要藉這種方式 來表達對美國的一種不滿跟一種報復 那正好你要找我的時候就不必見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不可能永遠不見 而是藉著這個見與不見 跟美國等於說在談判上先給美國一點壓力 然後呢在接下來就在談條件了 到底見了要談什麼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二十大以後 就是說中國大陸還有這兩會之後 中國大陸對美國已經定調了 定是什麼調呢 美國就是個霸權霸凌 一個好霸凌霸道的一個霸權國家 所以對這種霸凌霸道的霸權國家 要勇於鬥爭 要怎麼樣 要堅持自己的自信心 要跟它鬥爭 所以現在美國他其實會發覺 中國可能跟半年前的中國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中國大陸可能就是說 用實力來對實力了 大家就有一點點硬碰硬了 你碰出我的底線的話 我一定會用強硬的方式來回頂 大使我還想請問一下 因為是不是秦剛離任之後到現在 這個中國駐美大使其實都還沒補上 已經快四個半月 我記得他是1月2號的時候離任 現在就快要 就快要三個半月快要四個月了 這是不是也是代表說就是 中方很不想要跟美方繼續對話的 這樣的一個展現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四個半月算不算長的 其實有的時候一個大使懸空 一年兩年都有的 美國也常常懸空重要大使 因為當然美國制度特殊 美國總統要找一個仇庸的對象 看仇庸給誰 可是就一般來講 兩國之間大使懸缺 三四個月其實是常態 有時候可能三四年內也都有 不會影響雙方的互相互動 現在中國大陸駐美大使懸缺 不曉得是大陸沒有提供一個人選 交給美方來同意 還是已經提供人選 美方還沒有同意 這個不曉得 這個他們兩邊也都不講 不會對 因為通常來講 你要派出一個大使到一個友邦去的話 那你要名單先要送給對方 對方要同意以後你才能發布 所以這個是國際的正常的慣例 所以現在不曉得到底是大陸送的名單 沒有獲得同意呢 還是大陸連名單都還沒有送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在來講的話 並不會這個大使的互派與否 並不是雙方關係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真正重要指標是 連這個拜登要找習近平通電話 習近平都掛都還沒有不置可否 這個事情就很嚴重 我們這邊看到就是 馮德蘭恩大陸這邊的媒體報導了 說這個 反華加強對中國人民的崇敬 中國與歐盟的脫鉤不可行 不可取不切實際 是的沒錯 他是講過這個話 也就是在歐洲議會 回到了歐洲之後 他在歐洲議會 大概有兩三百個 其實都是相當反華的這些議員們 但歐洲議員 歐洲議會的議員大概有七百多個 他在這個會議當中他先發言 然後他的副主席 也就是柏勒爾他再發言 各位他的整篇的發言 其實跟他在大陸講的也很接近 這個當然是個客套話 只是被刻意放大 他是說去之前在中國大陸回來之後 他是說脫鉤當然是不可行 哪一個國家認為現在跟中國大陸脫鉤完全可行 拜登也會不贊成 對不對 但是他還是在強調 就是針對馬克宏講的話 也就是歐洲的戰略自主 要採取跟美國不同的 從歐洲到亞洲到台灣的議題上 要有自己的這個觀點 他其實是反駁這個東西的 因為從他的這個助手 也就是他的副主席柏勒爾他講的話 他說歐洲要有一個對中政策 要有四個支柱 價值經濟安全 烏克蘭台灣 這完全就是什麼 這是歐洲的觀點 作為歐洲執委會的副主席 居然說對中國的政策就是在價值 那就是美國講的民主對抗 第二個是在經濟安全 那就是科技以及這個安全的議題 就是貿易戰 還有呢 烏克蘭跟台灣 所以沒有變啊 你把他整篇這個發言人 把他從頭看到尾 他其實是在號召歐洲 跟德法兩國 這法國中這個馬克宏講出來 要走向戰略自主 歐洲主權這個態度 現在在德法一息這四個國家 已經很清楚 當然不是跟美國切割 也不是跟中國去全面脫鉤 但是呢 要有自主的這個觀點 我們看到這個家裡面 都是美國人的彭德蘭 其實他已經表現出 這個相當的這個積極的態度 表現出這個相關的言論 但另外一點 講到阿根廷還有菲律賓 不是現在美菲現在進行軍事演習嗎 那今天消息出來了 就是這個秦剛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 會在這個就是21到23號訪問馬尼拉 而那個時間還在進行軍事演習 因為軍事演習演習到這個28號 從11號到28號 所以這段時間你就看到 菲律賓也在那邊想要兩面做人左右逢源 阿根廷是不是也是如此 去年在這個北京冬奧的時候 舉辦的時候阿根廷還特別來 是不是 然後簽署了一帶一路的這個倡議 然後在阿根廷的過去這段期間 接觸到非常多的一帶一路的計畫 所以這些國家其實某種程度 也是在為他的國家利益 做某種程度的就是說左右風源 但是關鍵是他們基本上 都不會去介入到中美之間的這種對抗 更不要說在台灣議題上的這種選邊站 現在國際整個的狀況上 你可以看到一再的重組 這個重組裡面有美國想要拉緊他對中國的包圍網 也有中國不斷的在美國的包圍圈裡面 不斷的去拔樁 不斷的去突破 所以兩方面的禁足相當相當的激烈 從巴西阿根廷你可以看得到 從歐洲何妨不是如此 歐盟雖然是一個單位 不管他講什麼 可是事實上他沒有實權 真正的實權還是在德國跟法國手上 那法國的馬克宏很明顯的是要打中國牌 來對付美國的拜登政府 因為他去了美國一趟 的確是遭到拜登政府的奚落 某種程度的侮辱 那他打中國牌其實就是他的整個 戰略自主的一個核心的 一個計畫的範圍裡面 所以他不會退讓的 因為打中國牌才能夠要求美國退讓 那不然你說他打什麼牌 他沒有牌可打 打烏克蘭牌嗎 不是剛好中了這個美國的技策 那彭布萊恩或者波羅這些人 在歐洲政壇上沒有什麼份量 你聽聽就好 至於中美的關係是開始有點複雜 雖然說雙方面不太接觸 不太交往不太通電話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就是在上個月3月24號 這個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打了一通電話給中國外事辦的王毅 他們兩個通話內容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他們講什麼 只知道他們兩個談了很多 談了很長 而且是一通秘密不公開的一個電話 所以顯然他們有談了許多很關鍵性很敏感的一個話題 那台灣問題當然會是他們談的主要的焦點之一 那可能這個上次談的沒有很進入狀況 所以拜登要跟習近平通話就變成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這兩個最重要的人談話沒有焦點沒有共識 或者沒有結果 那你拜登跟習近平又能談什麼呢 至於其他的 葉倫想要訪問中國大陸 是要希望賣公債給中國大陸 希望等於跟中國大陸借錢 現在中國大陸的名義 誰敢借很多錢給美國政府 所以兩方面都在情緒當同 至於雷夢多是要去吵架的 他是要去質疑中國為什麼沒有照川普的協議 來跟美國買200架的波音飛機 中國這個時候為什麼要打你 你是在賣東西的 你賣東西還有我求你來不成 所以進入冷凍狀況 比較讓人家緊張一點的當然是 中美兩國的國防部長電話不通 當然表面上的理由是李尚福因為被美國制裁 當然被制裁的時候他並不是國防部長 他是所謂的裝備部的部長 那現在身上當國防部長 你制裁沒有解除 那他當然就可能有某些堅持吧 那現在他在莫斯科訪問 當然會形成一個中俄的某種程度 軍工體系的一個結盟 這個結盟不算是軍事同盟 某種程度對中俄雙方都有很大的一個好處 軍事技術的交流也會提升 中國在某一些軍事技術上的優先性 看在美國眼裡面當然是很愛言 可是愛言這也是雙方面中美競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場跟角度 那沒有辦法 現在還在重組到過渡階段 我們只能靜靜的等待水落石出 美國不斷的對中國大陸制裁所謂史無前例 可能下一次又會有史無前例 所以不少的史無前例 的確是史無前例 但是有多大的效果我個人是存疑的 因為對於說投資基本上三個方向是 資金 技術 訂單這三種 現在這三種來講 美國你管制這個美國企業到中國大陸投資 你能夠管制什麼管制技術嗎 現在中國大陸在你所有生產價值的東西 可以被你管制的技術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訂單那更不用說了 中國大陸大概也不太缺 什麼這些投資所帶動的訂單 那至於資金 那中國大陸現在缺資金嗎 好像也不是吧 所以我是覺得 儘管美國有這種政治動機要做這個事情 但是能不能指揮得動市場的力量 對中國形成圍剿 我個人是認為可能性並不高 那當然中國大陸的人會覺得說 你是美國說一套做一套 那一方面要打壓我 一方面要做這個做那個 Who are you 你是誰 所以這種情緒上自然是會有 那剛才你提到的那個南沙 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案例 這個廣州市的南沙區 本來是番禮區的一部分 它剛好就在珠江口的中間 右邊有深圳東莞 跟香港深圳東莞 左邊有珠海跟中山 所以這個南沙它開闢出來一個很展形的 一個新型的產業園區 裡面有半導體產業園區 有生物科技產業園區 有汽車製造園區 有造船工業園區 基本上有四大工業在支撐著這個發展 這個區塊的發展被稱為是大灣區計畫 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因為剛好在中間 對於這兩天應該4月18號開始 他們所謂的廣州的投資的一個所謂的博覽會之類的東西 他們又有吸引來了兩家日本的重大的企業 一個叫山林重工 一個叫豐田汽車 也要進行龐大的投資 所以你可以想到說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它提供的只要越來越開放 那麼逐漸的給外商有國民企業的待遇 那逐漸的降低政府對於相對競爭的國內產業的補貼 那這樣一來的話外商願意進入中國大陸 有訂單 有資金 有技術 所以你美國要進 可能進還是在半導體其他產業裡面打轉 你進其他產業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並不是美國特別強 那你兩邊的經濟對抗越多的話 就會使得國際上特別是美國的通貨膨脹問題越難處理 因為美國越跟中國斷鏈 相對的美國很多的生產的規模就要縮小 規模縮小的話產量一縮小的話成本就上去 成本上去的話你通貨膨脹更不容易下來 現在美國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葉倫只是講一個大實話 吃了誠實這個豆沙包而已 那你雷夢多不是一個搞經濟的人才 雷夢多就是一個跟拜登一樣 同樣那種小地區選出來的小政客 那他只要一直要強迫中國來跟他買波音 那中國這個時候不太可能搭理他了 所以他想用中國訪問去製造一個新聞的浪潮 那波音公司自己也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他的型號是否有符合規格沒有異常的現象 那你現在要中國現在已經到了平均國民所得是 一萬三千多元 但是在像深圳上海的地區已經遠高於差不多三萬塊四萬塊以上了 以這樣的一個國民所得所代表的工資水平 他當然已經不可能再去做那種什麼衣服 聖誕燈 雨傘那一類 因為這個已經超乎它的工資水平了 所以它不斷的升級才會有南沙區的這種計畫出現 那相近一下我們台灣有新型的產業園區 事實上是規模在縮小 連高雄的半導體廠都要撤了 所以我們只能說看人家怎麼努力打拼 看美國怎麼樣的打壓 可是我們台灣站在兩中杯 我們多想一想 波音現在面臨很大的問題 因為就是說中國大陸其實是未來整個國際航空公司20年 大概25%的這個需求 這個等於說的銷售量 所以就是說現在這種大型廣體的 然後就長程的遠程的民航客機 基本上只有兩家在做 一個就是波音 一個就是這個空吧 那中國大陸目前為止的話 大概最近下等全部都給了空吧 意思是說波音可能被出局了 也就是說如果大陸堅持這個做法 再堅持五年到十年的話 那波音這個整個全球市場 幾乎有25%的這個市場份額 它基本上就是絕對拿不到 絕對拿不到 那一定屬於波音的 這叫空吧的 所以在空吧跟波音長期的競爭中 中國大陸扮演 決定誰心誰王的一個角色 所以如果美國不能夠解決 中國大陸在採購這個 大型廣體長程的這種 民航用機的這個 明顯傾向於空吧的這個舉動的話 波音這個公司 可能就會因此而沒落 對 因為美國事實上 過去也有好幾家航空公司 可是因為要跟歐洲競爭 現在都並合只有一家了 就是波音 可是波音的話 如果說未來十年失去中國大陸 市場的話 那波音可能這個公司 也不見得會倒閉 不會萎縮很多 最近兩年它的股價就一直在波動 那麼整個的公司營運的狀況也不好 這就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有關係 是息息相關的 雖然中國大陸有C919 可是C919是屬於中短層的 這種客機 而且本身也還沒有進行量產 還不至於對波音跟空吧 在這個市場的這個 形成嚴重的競爭 所以未來還是波音跟空吧兩個公司 在一絕雄的這個局面 中國大陸這個籌碼放在哪裡 哪裡就會贏 哪裡放到沒有被中國大陸 親來的這個公司 可能就會衰落下去 所以如果說雷蒙多要玩硬的話 它可能達不到目的 你知道去年波音加空吧 總共交付了多少架飛機嗎 1100架 而這裡面波音只有480 空吧是660 就已經出現很大的差別了 那去年這480架的波音 有多少是交給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 8架 而空吧的這個660裡面 有100架是給中國大陸 而從去年的7月9月到今年 也就是去年 中國大陸三大航空公司 買了290架空吧 蕭茲德國總理來北京的時候 北京加買了140架 這一次馬克宏又加買了160架 所以多少 592架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其實這兩個家公司 形成一個很大的對比 跟這個差距 那聯盟多他是主張這樣子 還記不記得劉鶴 那時候簽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說在2020、2021這兩年 這是前年跟大前年的事了 中國會增加購買 加起來價格5000億的 美國的商品跟服務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碰到疫情 以及全球的經濟 都降了這個情況 還有供應的問題 所以到最後中國大陸 是買了不到3000億 大概是60%左右 所以聯盟多說 你沒有完成承諾 你欠我的錢 但當初簽的協議 就說要以當時的這個能力 以及你能夠交付的這個額度 《農業台》這篇文章是登在美國的媒體上面 他當然是講的說 美中是否可能和解 台海是否可能和解 因為和解以外 你用戰爭的手段 他認為非常可怕 《農業台》作為一個文化人 他發出了這樣人道主義的呼籲 是否能夠讓各界坐下來 傾聽他的聲音 我個人是抱著悲觀的看法 因為從美國來講 他心裡面所想念的是 如何打壓中國的崛起 不讓中國有實力來跟他競爭 不管經濟力量軍事力量 中國都不可以跟美國人平起平坐 甚至於不是平起平坐也不行 差一點點都不行 這樣的一個心態在美國朝野上下 是相當的普遍 所以我們只能等待一個 非常不平靜的中美關係 我們無法期待它和解 再來 在民進黨執政在美國影響底下 民進黨抗中保台不會衰退 他只會放下一段時間的身段 用民主保台各種方式 但對抗中國的心態是不會改變的 同樣的大陸上對於美國 對於台灣的態度 基本上從他們的網路上可以看出來 那個敵意的成分是急劇的升高 這樣子各方面敵意的升高裡面 我們的體制上又非常的特殊 我們小小的一個地區 我們採取了雙手掌制 大概全世界這麼少的土地面積 這麼少的人口 用雙手掌制的大概只有台灣 總統實際上負責國防外交 但是不可能像新加坡總理一樣 到國會來跟國會議員做對答 所以他做什麼決定 其他人無法介入 比如說萊豬要進口 買什麼武器 他一個人說了算 這個是台灣最大的風險 所以你可以羨慕李顯榮在國會裡面 可以跟他們國會的不同黨派的議員 來作為交談 你說他獨裁 他可能某種程度上比誰都民主 那我們在台灣 你說陳建廉當行政院長 對國防外交他能夠打什麼嗎 他不行 他只是一個代理人 他不是決策者 所以我們是表面上是一個民主政治 事實上不是 但是民主政治又有一番 你在美國的這位共和黨候選人身上可以看到的 為什麼雅典被稱為古典民主政治的一個典範 後來走向衰弱 他衰弱也是因為民主政治 因為民主政治會產生一種政客 在內部用民主政治沒有問題 但在對外部用民主政治就出了問題 因為會出現很多政客 不斷的用那種浪漫的語言 煽動選民 起來進行國際上無厘頭的 非和解式的一種戰爭 那雅典就是因為這樣走上了跟斯巴達戰爭的道路 最後兵敗美國 那台灣是不是會因為這樣子走上兵敗美國的途徑 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 但是以美國這種政客想選美國總統 他為了討好這步槍協會的會員 煽動步槍協會 我們把我們的AR15賣到 因為他們的國槍叫AR15賣到台灣去 跟前一段時間歐布蘭要賣的推銷的AK-47 這兩種不同的槍枝 換句話說美國連步槍都要台灣競爭市場 那這個人講話底下的步槍協會員 當然大為教法 好嘛 可是他們有沒有想到 這個是美國總統要處理 這個國際政治上應該走的道路嗎 他不會想這個問題 而且這些人教育程度很高 他是想要划眾取寵 所以民主政治對外會產生 划眾取寵的一種非理性的現象 在台灣看到在美國也看到 所以至於說美國國防部的外洩 有一部分當然要來刺激美國的選民 說你看解放軍已經部署超音輸無人機 不要忘記很多無人機都超音速 要超音速不難 問題是解放軍部署超音速 美國的無人機也有超音速 偵察機查打議題都有這種能力 但重點超音速的無人機對台灣用途不大 因為超音速一廢就過去了 真的用途在什麼 西太平洋 所以對美國來講當然有影響 特別是麥克陶納的航太公司駐台代表 廖宏翔講過 前幾天花蓮的音報可能就是解放軍的殲20 如果真的是我們有無法探查的話 我們只是中美鬥爭底下不是棋齒 而是顛板上一塊肉 其實這位美國總統參選人 他說實在他為什麼會講這些話 看起來已經瘋了 可是事實上他非常聰明 因為他真正看到商機了 這個商機是有一位蔡姓的總統 給他的一個感覺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主張在台灣發槍的第二人 第一個人叫歐布萊恩 歐布萊恩在3月20幾號的時候 在台灣他主張要發給台灣老百姓 大概要發100萬隻AK-47步槍 他這樣才能夠抵禦 這個競犯的共軍 如果這樣的話 共軍就不敢競犯 當然說起來他是比較高明 他起碼比蘇貞昌要拿掃把來抵禦他 他比較高明一點 發掃把沒什麼狀況 他要給台灣100萬隻AK-47步槍 可是他講了這話以後 蔡英文頒了一個特種大受頂心勳章給他 這就表示蔡英文說你講得很對 認可了 認可了 而這位歐布萊恩因為受到中國大陸的制裁 他在美國找不到什麼工作 所以他在獨派 這些綠色團體在美國成立的一個智庫 在裡面混一口飯吃 所以他這個也代表了獨派 他們這個綠色的希望台灣有100萬隻APX-47步槍 所以這個提議出來 蔡英文又給他做一個大受頂心勳章 中華民國的勳章交給這個人 那你說這位美國的總統參選人 他難道不知道嗎 他知道商機來了 商機來了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他這個要在美國的所謂步槍協會裡面發表演講 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告訴步槍協會說台灣準備好 現在有人說要100萬隻AK-47步槍 他總統頒了一個勳章給他 所以商機很大 所以他在裡面就要大放厥詞 所以他們會有這種想法 並不是憑空而來的 就是蔡英文他們政府的作為 導致人家就說 蔡英文就是積極備戰 對不對就是準備怎麼樣 跟中國大陸打一場什麼 非常慘烈的巷戰 現代化武器他都沒提 專門要這種二次大戰的AK-47 那美國這個步槍協會 也不就是個人單兵武器 那意思就是要我們全民皆兵 每個人都拿一把槍上街頭去打仗 這就是美國人現在對台灣的印象 你不能說他是空穴來風 他是因為蔡英文政府給他這個印象 所以他今天才會說說 你感覺很荒謬 人家覺得很合理啊 你們的總統都這樣做了 那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今天台灣 給國際的社會印象就是如此 就是準備打仗 一點求 尋求和平的一點點想法都沒有 所以農英台才會告訴國際社會 台灣很多人是主張和平的 可是問題現在台灣的聲音 外面的聲音進不來 裡面的聲音出不去 人家都覺得台灣全民現在都怎麼樣 每天整個帶彈 就要等政府發一支槍給他 準備等大陸打來以後 都拿著槍上街去拼命啊 問題人家就這樣相信啊 可見你看 國際不了解台灣會做誤判 對不對 我們不了解國際 我們就會做出笨事跟傻事 一切都是綠色的這個 這些黑金政權 蔡英文為首這些人一手遮天 決定我們的命運 還決定讓人家知道這些想法 其實根本不是我們台灣老百姓的想法 所以我們要趕快覺醒 大家該發生就發生 像農英台這種 可以用英文寫點文章的 趕快發生 再不寫就來不及了 第一個當然是 現在進入到4月5月 整個這個海上的海象比較平穩 所以過去通常這段時間到大概90月的時候呢 海上的軍事演習都會增加 那尤其是在太平洋的這一端的軍事演習 從北到南 日本 韓國 兩岸 然後呢 現在美非正在進行對不對 澳洲接下來 然後進行到這個 也就是東南亞 印度 都會再進行軍事演習 那接下來的中俄的軍事演習 海上聯合演習 這一次應該不會在亞洲 但很難講 因為上次他是在彼得大提灣 還記得嗎 他那個時候還繞過日本 轉了一圈 十艘軍艦 今年會不會來這邊跟各位報告 從現在到明年的台灣總統大選 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演習 第一個一定會數量大幅的增加 第二個他的針對性 針對是雙方 中美雙方的這個相互的 雙邊或多邊的軍事演習 也會這個增加 而且甚至採取的演習的方式 跟對象 是奪倒 是登陸 是反潛 是這個反飛彈 這些演習都會增加 整個在這個西太平洋 到明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前 我個人預測 整個演習會製造成更為嚴峻的 緊張的氛圍 雙方都在做擺態 不管是為了針對華盛頓 針對北京 那也可能是針對台灣的這個大選 那當然我們這邊會怎麼解讀 我們這邊會解讀說 美國的各種的演習其實在預防 如果明年賴金的當選 而兩岸發生軍事緊張的時候 他隨時介入保衛台灣 但真的嗎 是真的嗎 你光看這一次的演習 山東建在台灣的東南海域 就是一種區域巨子 更不要說他的天空上 有好幾個不同層面的這個飛彈 東風26、21、東風17 這些都是區域巨子的這種 航母跟飛彈 在這邊中層的這個飛彈 1500到4000的公里範圍之內 因此 當如果真的台海發生 這個軍事上的危機的時候 美軍的介入現在都只是在看到 戰場上 軍事上 最後它其實是一個戰略跟政治的這個決定 而政治跟戰略的決定 我要真的提醒大家 核武國家沒有發生過直接的戰爭 否則美國為什麼不派兵 一兵一族進入到烏克蘭 否則為什麼美國不去打 乾脆這個北韓 因為都是核武國家 中國大陸已經有美國的報告 是說400枚的核武 並不是在掌他人之風 而是要了解現實主義 所以為什麼 榮英台這篇的報告其實最最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能無視 國際跟兩岸的現實主義 對不對 自己內部的這種對抗 但是呢 完全不知道外界實際的這個情況 現實主義 國際的現實主義 兩岸的經濟 軍事上的現實主義 台灣人一定要清楚的了解 只是靠美國在那邊 軍事演習來去幫我們碰風 但是呢 失去對現實主義了解 你最後可能會自己受傷的 你剛剛講他們兩個的對抗螺旋 我覺得是沒辦法避免的 是 我覺得中間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美國它對於全世界 包括中國大陸的 它的態度已經發生180度的一個轉變了 我們知道美國在全世界 它維持它一個單邊的霸權 是後冷戰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那它這個單邊的霸權呢 原來是建立在三個主要的因素之上 第一個它自己國家的國力嘛 那做一個霸權 如果做一個善罷的話呢 它要釋放它的公共財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 從川普時期的時候 其實美國強調是美國第一 當你強調美國第一 美國優先的時候 你就不會釋放更多的公共財給別人 這對於美國的霸權的影響力 其實非常大的 那第二個呢 作為一個霸權來講 它有最大的權力 就建立一個制度 用這個制度來鞏固它的霸權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 從川普以後呢 其實都在退群 都在退群 即使今天的拜登上台以後 美國對於國際制度的維繫 已經是往往不如以前了 那第三個更重要 就是價值觀念的看法 那美國的特別在 俄乌戰爭這件事情裡 會發現說 美國其實用這一種 所謂的對抗俄羅斯的方式 把美國原來的一些價值觀 包括它的信用 整個都摧毀掉了 您剛剛特別提到的藍美 藍美魯拉 我們知道從現在開始 大概是美國的 大概藍美地區的 包括墨西哥 阿根廷 秘魯 智利 宏都拉斯 還有哥倫比亞 整個藍美地區的左翼人口 已經是80% 80%是左翼人口 那相當於美國認為是 一直比較反對這個左翼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包括中東國家的地區 他們也在改變了 只是中國大陸現在 美國運氣也許不是很好 碰到中國大陸也正在崛起 是 那中國大陸他在面對 美國的時候態度 他比較傾向於我們 中華文化的精神 就是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 所以你注意看 中國大陸這次對美國的做法 完全就是以直報怨 就是ice for ice teeth for tease 他基本上呢 你對我怎麼做 我的就對你回應出去 所以我認為說 這一個戰略的對抗的螺旋 是不可能改變的 為什麼不可能改變 因為美國他已經在下滑了 中國他都在上升了 而且正如同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權力開始轉移了 在這個過程中 沒有一個人會讓 沒有一個人會讓的結果呢 那大家就是權力的禁足了 所以我就看這個過程 它是不會再停止下去的 這個 這個 剛剛講到沙特跟上交所 說用人民幣買石油 然後再去換成黃金 這邏輯有點怪 因為中國大陸也在買進黃金 所以中國大陸怎麼黃金變成是 幫蘇地阿拉伯來處理買進 這很奇怪 因為他自己也在增加庫存 他現在已經庫存到2000多噸了 而且確實黃金是一直在漲 沒有錯了 已經漲到2020年的高點了 那沙特可能也有這種想法 因為他也要減持美元資產 可是他的想法跟中國是一樣的 中國也想減持美元資產 那他們兩個都想買黃金 那怎麼會透過中國來處理呢 這個有點怪 他如果說是要得到中國的其他貨品 這個可能性高 還有基建之類的 那美國目前的債務違約 目前已經有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民主共和兩黨 可是共和黨要求民主黨要 降低他的財政的預算 那這個拜登還沒有答應 那基本上 這個看起來拜登又要再增加一兆多 還要再增加上限要拉高 還要再拉高一兆多 對可是這裡就有具體的問題了 就是說你法律上限是拉高 可是你如何具體印鈔 然後把這個鈔要弄美債 要賣得出去 不然你也沒有辦法落實 我們現在只是說法律上允許你拉高 比如說一兆多 那你要具體實現 那你實現你就要印美債 你要賣出去 可是誰買 因為以往都是這個模式 誰買 對誰買是個大問題 因為比如說美國的金融機構還願意買 他以前大概是買60%到70% 那海外的是買30%到40% 現在海外恐怕沒有人要買了吧 所以我覺得法律上他即使可以拉高 他具體在落實上難度也很高 所以高盛 我覺得他提的這個邏輯就是說 你到時候可能也沒有辦法運作吧 你雖然拉高了 你到最後繞來繞去又產生 你新的一波的 你的流動性的危機 你葉倫 如果不能從日本跟中國得到有關美債的妥協案 市場還是沒有解 所以明天葉倫要演講 他要演說了 這沒有用啊 沒有用嗎 他要喊話 希望跟北京合作 不是啦喊話沒有用 因為中國在看美國是 就是你連串的私信的問題 中國大陸現在對美國是完全沒有信任 因為你常常違約嘛 講話不算話嘛 比如說你現在又要說什麼 空前的 對美國相關公司 對中國投資的最嚴厲的制裁 你有求於人家還一天到晚搞這個 怎麼可能呢 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嘛 而且光是商務部制裁中國的企業高科技的 還有居民合作的企業超過600家 哇 你每天都在搞這個 你還寄望人家跟你對話 這怎麼有可能 我覺得去美元化在短時間裡要發生 當然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基本上現在國際情勢的發展 其實給了很多國家一個很重要的選擇權 就像我可以在貿易方面 我可以使用人民幣或者其他的貨幣 那相對來講呢 它就會影響到美國在全世界的霸權的地位 但是美國要霸權地位還會延遲一個非常長的一個時間 我們知道美元它基本上能夠成為 等於說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一個戰略方面的 它的一個資產 其實建立在幾個前提嘛 第一個它有10元做它綁定美元的一個基礎 因為基本上當時從沙烏地阿拉伯 用10元作為美元的一個計價單位來講的話 我覺得美元就奠定了它在布里登森林以後 它的一個世界的霸權的一個地位 但是現在看起來包括幾個重要的能源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 像剛剛講維里維拉 那這些國家呢 將來這個石油的這個東西 使用美元的可能性其實會逐漸的在降低 那對於美元來講 還有一個另外來講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硬貨幣 除了這個美元以外 其實還包括了糧食 包括了能源 那中國大陸正在建立它的糧食跟 糧食跟這個能源方面的一些組織 包括像它的那個金磚 金磚呢對不對 它在這方面都可以去挑戰到 美國的一個霸權它的影響力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美國自己把自己做糟糕了 就是它對美元的信用 產生了一個巨大的一個傷害 就包括在俄物戰爭裡面 我看美國可以任意的 包括叫做瑞士去侵害個人的財產 對不對 那這東西對一個信用 金融所需要的信用 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那任何國家那哪還敢說 我把我的錢再用美元擺在你的國家裡面 那包括我在美債的這個持有方面 甚至我外匯存體用美元方面 我都會產生一些懷疑 所以我是覺得說其實俄物戰爭 我們剛剛談到像川普 包括像俄物戰爭的爆發 我覺得這對於美國來講 它的全球霸權 產生一個極大的一個衝擊 包括我剛剛講 整個國際的秩序 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 包括信用 美國整個在破產 那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是損壞美元的 不是其他的國家 是美元自己 一般的國家在崛起過程中 有一個強勢的貨幣 大家也好 做生意 大家減少一些交易的成本 那現在來講 貨幣的使用 跟交易的方式 更多元化一點 其實對企業家來講 也不見得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想的東西 可是在你美元的霸原 失去它的信用以後 整個美國的國家 你不能夠再相信它以後 它自然而然的 其他的貨幣的交換方式 就開始產生了 所以我認為說 美元的霸原它會逐漸的下滑 但是不表示人民幣 可以成為一個國際的貨幣 只是更多的國家有了多樣的選擇而已 我覺得馮德蘭是 他講這話 基本上背後還是有歐盟主要國家的共識在內 那大概馬克宏這一方撞擊之後 大家也討論了一些基本態度出來了 就是就事論事 就是中國有 中國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那他事後面還有提到四點 所以又跟中國打交道的一些具體的做法 那我們也不要說先禮後兵 就是他前面就是肯定 中國本來就是人家有做的好的部分 那他後面希望說中國能夠更透明 然後市場準入率能夠做得更好 那歐洲不可能跟中國脫鉤等等 這個都是很實在的議題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沒有期待說 歐洲會一面倒肯定它 那不可能的事 那只是希望說 美國也能夠就事論事這樣而已 那台積電我跟你講 台積電它 你如果就第一季 你第一季每股盈餘是7.98 那去年的第一季是7.82 對 所以是不錯的 那可是比上一季就第四季 第四季是11.41 摔退 可是第四季本來就是比較暢旺的季 可是你這裡要知道 因為這裡是用台幣計算 那去年第一季的時候 台幣匯率是27.9 那現在的匯率是30.4 差了10% 對 所以基本上還是比去年第一季要差 是 你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可是沒有那麼差 應該是這樣講 比如說它的盡利率 也維持在45.5% 我認為已經不錯了 那我是覺得台積電勇敢的對美國說不 這個我們全民要支持它 給它鼓勵鼓勵 台灣政府政府也要支持它 是 因為事實上 三星也勇敢的在跟拜登說不 因為事實上我已經投產了 你怎麼可以事後變更條件 這完全不合理 而且你怎麼可以叫我 把我的利潤計算的那個 營運資料 我的方程式 我計算利潤的方法 還有要求我事後要分潤給你 有哪個國家這樣幹 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幹的 你可以要求更高的稅率 哪有人要求說 你那個利潤是怎麼算的 你要告訴我 而且你要分潤給我 哪有人這樣搞 這感覺太over了 沒有人這樣搞 搶取豪奪 我跟你講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的 這個是全世界第一個國家這樣做 而且他要求到細節的程度是 你連Excel裡面計算利潤的那個方程式 都要給他看 那我豈不是把我最機密的營業資料都給你看 我怎麼以你這種事後防悔的這種政府 我怎麼知道你不會偷偷去告訴英特爾 對啊 對不對 我沒有理由信任你嘛 因為你事後改變態度嘛 哪有人這樣搞 我覺得他這個會讓人家 因為台積電代言他兩期嘛 第一期四奈米 第二期三奈米 我認為台積電完全有理由 就是說這個如果沒有改 那第二期就不用做了 完全有理由這樣做 一裡違約嘛 完全站得住腳 完全站得住腳 對 因為他違約嘛 所以我們要支持台積電硬起來 要爭取他該有的 我覺得台積電他現在一個最好的策略 就是暫緩在美國的設場 嗯 然後取得一個跟美國更好的一個 討價還價的一個空間 因為剛剛正亮兄講得非常好 就是基本上美國這種 完全把台積電當成是一個 政治的做法在操作 它完全已經不是一個 經濟方面的一個互助跟合作了 那包括剛剛談到了 基本上他還要分潤 對不對 還要基本上去調別人的核心的機密資料 我覺得這對任何一個企業都難以理解 可是如果說美國他是存心要把台灣的台積電 把它拉到美國裡面 或者甚至把台積電摧毀的話 那你從這個角度來講 那當然是情有可原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性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大家來談台積電的時候 要從一個政治的角度去觀察它 那我更想談的就是說 基本上您的這個標題提到後面有兩個 就是李顯龍警告台海 跟馮德萊恩稱讚習近平 這兩個東西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焦點 也就是你知道民進黨現在在思考兩岸問題的時候 他要進行他的抗中寶台的時候 他有三個比較大的論述 第一個論述就是所謂的要親美 那第二個論述就是所謂要備戰 那這兩個都屬於這種硬實力方面 那更重要的就是一個反共 就是意識形態的鬥爭 就認為跟中國大陸 它是一個價值觀跟意識形態的鬥爭 可是我們看到在這一次 李顯龍其實非常清楚 他認為台海問題現在在台灣來思考 或者在美國的思維邏輯來講 他變成是一個民主跟獨裁的一個鬥爭 那李顯龍認為這是期期不可的 因為以連顯龍這個國家來講 他看兩岸問題跟別人的角度 從國際戰略看不一樣 他認為這兩岸之間就是一個 主權跟權力的一個之爭 但是美國要把它擺在意識形態 這是不對的 那特別是我們看到馮德萊恩 馮德萊恩我們知道原來是比較屬於親美派的 完全的家人也是美國 可是這一次他的發言的確讓大家感到非常的訝異 因為他表達出對中國大陸強烈的一個友好 而且認為說他等於是跟著馬克宏的這個戰略自主觀 來建立歐洲的戰略自主 那特別馮德萊恩你注意他的談話裡面 他第一個談到的中華文明的概念 也就是幾個世紀以來中華民眾都很重要的 然後他又談到了這45年來 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有效的去除了8萬人的貧窮 那更重要他談到一點就是談到現在來講 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對全球的文明跟進步可以做出貢獻 大家不要說文明這兩個字 所以換言之如果說馮德萊恩認為說 今天中歐之間是一個價值觀的競賽的話 那他就不會把文明 中國大陸對於文明會做出貢獻 他只會強調他的經濟力量 所以我個人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馮德萊恩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已經不再是從一個價值觀的鬥爭 跟中國大陸 那換言之中歐之間 將來最大的問題就只剩下經濟了 也就在經濟方面如何中歐之間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點 然後盡量來講 不要成為美國的一個戰略的附水 所以他強調的跟華共是一樣的戰略自主 所以我覺得從這些角度來講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非常大的一個啟示 就是我們現在所引以的 用價值觀的跟中國大的不同 作為我們反共的一個基礎 這個東西我覺得已經在 包括像剛剛講李顯龍 包括像歐盟的馮德萊恩 他已經基本上不太被接受了 這是我們要引以為見的 是